那回到高股息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在選高股息ETF的时候 会着眼于当下的配息率 比如说像这一波 很多的高股息ETF 动辄配息就是8到10%以上 所以是不是也请风哥帮大家补充一下 选高股息ETF不要只着眼当下 对不对 就是总报酬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原则上还是要找长期趋势向上 那总报酬要有一定的水准 那大家一定会说这个水准是什么 因为过去在这一两年的大涨之前 我们大家对市值型的长期报酬 可能就认为8%上下 然后高股息是6%上下 虽然今年大涨 但我还是抱持以年化6%呢 就是我认为高股息是一个可接受点 那这个6%呢 它是我们说总报酬 就是来自于价差跟股息的收益 这两个你要把它加总算 才是一个真正的报酬 如果你单只算那个配息的部分的话 假设像今年配型很高 它可能是因为去年股息比较高一点 也有可能是有一点资本利的 但是其实要每年都配这么高 说真的也不太容易 能不能持续下去这件事情是要观察 那特别台股高股息的ETF里面 真正有超过4年以上 真的大概就五六 就那几档啊 对就那几档而已 真的 那高股我们投资还是要看长期 因为你做这个高股息的配置 一定都是长期稳健型的配置嘛 并不是 应该很少听说用高股息来做价差的啦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选择 它长期的报酬比较稳健成长 然后能够得到一定的年化报酬率为准 那是所以我第一个会 以长期趋势向上 那第二个我刚才就讲了 配息跟田息一定要稳健 如果基本上会贴息的 应该没有人喜欢 不过还好 过去这几档 不管是0056或00878 之前我有做过一个研究 像0056、00878、00713 过去以来都是完全贴息 所以这个部分很好 再加上它有点资本利的 那今年的这个股价报酬就更大了 那我是不会追求过高配息 也不会在意配息次数 那这一点是我个人 配息次数我觉得 它不是一个大家绝对要的关键 比如说如果你是退休后 对现金流规划很有想法 你希望你每个月 每两个月或每一季拿到固定的配息 那这个配息次数对你有意义 那因为我还没有退休 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缺的现金使用 所以我对配息次数目前是不在意的 只要我每年固定有拿到 那个总额我就开心了 那第三个就是既然我买高股息 我就希望它的波动度是比市值型低一点 因为理论上应该要如此 那同时如果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下谱值的话 就是下谱值高一点就会更好 我们刚才前面有讲的就是如果下谱值 基本上就是得到承受同样的这个风险之下 得到超有报酬的机会 那你如果在同样的风险之下 你能够得到更高的这个下谱值的话 那就代表你这个标的呢是稳健 而同时又有不错的超有报酬 不过现在问题就在于说 历史比较悠久的高股息一貼股不是那么多 因为17党里头大概就是四五党 可能历史比较悠久 所以这个下谱值我觉得我们 未来几年我们要持续观察 那当然就是接下来请风哥帮大家分享的是说 今年都没卖的你刚刚有提到 上005、006、208等等 我觉得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有卖出的是00645是富邦日本 我记得你上次来节目的时候 你有说你有买这档ETF 你有想到你上次来录影到现在有半年了吗 半年了半年了半年了 半年你已经做停利了 对然后你今年又新买的是投资等级债的ETF 对这逻辑是什么 我先说明一下就是说 其实日本我没有不看好 那我最近其实我是最近才开始停利了 原因是我对最近的日元的波动有一点点担心 就是说因为富邦日本我是拿来做交易用的 有赚加差用的 所以他其实也获利大概算半年 但获利已经20几%了 很不错啦 对那最近因为我觉得日元好像有点要转向 我觉得日元在过去的经验 日股是在日元贬值的时候会大涨 日元升值的时候会跌 没错 对那如果这一段期间因为日元可能转向升值而回挡的话 那我因为交易上的理由所以我可能会先避开一下 我纯粹只是这样并没有说不看好日本 事实上对日本股市 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或是一些达人的研究 事实上日本股市确实这两年跟过去十几二十年是结构很不一样 他们不管在公司治理啊 不管在股力发放啊 这些我觉得都不错 但是那是一个长线题材 股市还是上上下下 长期趋势向上也是有回挡的时候 我纯粹只是因为这个做了一点调节 这是日本的部分 那另外我有买一些投资级的公司债 投资级的公司债呢 其实主要当然就是因为之前 我其实没有那么爱买债券 因为利率太低 过去十几年利率太低 但今年利率真的非常高 高到我觉得是诱人 同时这个诱人的程度呢 跟股市接下来的风险相比 那我就觉得那我应该要买近一点债券 就是配置一点债券啦 配置的概念 就是因为我比较积极型 所以通常买债券买的比较少 但这个时刻 我觉得买一点债券是很有价值的 至少 所以我自己的选择是 投资级的公司债 而不是公债 原因是我比较注重在于 它的领袭的价值 然后价差的收益 反而是我认为说 如果价差有波动的话 算是额外赚到的 我是站在这个策略上去 思考我的投资等级债 所以我希望它是有品质的债 但是又不要利率太低 好所以我理解 就是我们来帮官朋友 理清一下 就说 峰哥为什么是买 投资等级债 不是买 比如说像20年期 长天期的美债ETF 主要是因为 你希望领袭更稳定 更丰厚 换句话说 如果想要赚价差的人 你觉得股市ETF 股票ETF就能赚价差 你这个是一个配置的观念 好那另外就是针对 富邦日本这一档 ETF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今天喜好风格的问题 是在于说 会不会极有可能 日本央行这几天的谈话 也只是放放风生而已 因为好不容易呢 现在股市涨上来了 然后经济也成长了 那大家都会去看 他们接下来的这个利率政策 是不是有一点调整 那放放风生嘛 然后看看状况再做决定 也有可能 就是事实上我觉得 日本要结束宽松政策 真的非常 不容易对不对 真的非常困难 可是我觉得 现在有点相对性的问题 就是因为美元最近的 势头有点转弱 那如果日本可能 货币政策转向的 这种风生变大的话 我觉得日元有可能会修正 因为说实在话 150日元这个水准 在历史上都是相对非常弱的水准 那我不是认为说 他日元就要大升值 而是说如果他有往前去寻找 过去比较常落在的 比如说在130商家这个水平的话 或125这个水平的话 我觉得是有可能 那虽然我不确定 他是不是会那么快到 但基本上我只是觉得 以我不是专门在做日本资产的人 我只是想要避个险 所以我稍微观望一下 如果后面我看 日本的这个日元的升值趋势 没有那么明显的话 也许我又很快就再回去 日股的ETM 因为他就是我另外一个交易机会 很棒 然后呢 今年新增加了有两个标的 是我们节目里头 没有介绍跟分享的 包括00921跟00904 请峰哥用一点点短暂的时间 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你为什么会布局这两档ETF 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